欢迎收听长篇小说《载质天下》由于阳为您播讲,请听第679集。 都挺温顺的,要是子荣兄不介意换匹新马,明日就送一匹道府上。 苏宋的马估计有十二三岁往上了,看起来老太毕露,从后臀和侧腹上的落印来看,曾经是坐过翼马,体格应该是够了战马的标准,尖高与寒刚的河西梁居只矮了一寸上下,也看不出有什么缺陷和残疾。 这样的军马,却没能通过战马的选拔,最后只坐了一马,一般来说性情不会很好,不是胆小就是暴躁,确切点说应该是性情很坏才对。 以大宋军中对战马的渴求,性格上的标准一向是放得很低的。 韩刚打量着这片马一阵最后道,子荣兄的马也的确该换了,那就多谢玉坤了。 苏宋也不谦让,他性格豁达,和韩刚又是望年之交,而且还是有通家之好的殷勤,人情往来上完全不需要推却。 对了,方才那马车上到底是谁啊? 苏宋又提起了方才的话题。 是曹王。 何以见得呀? 苏宋饶有兴致地与韩刚扯着没有什么意义的闲话。 快天黑了,曹王府的人已经将灯笼拿出来挂在车前,使玻璃灯罩,跟寻常灯笼差别很大,离得远也一样能分辨得清。 韩刚指的指前面的圆随,挂在马鞍前的玻璃灯笼很是显眼。 这是在顺丰行中贩卖的新玩意儿,雍王心思重,一贯简朴,曹王就没有那么多顾忌了,专门向顺丰行订了十二盏玻璃灯笼。 韩刚说完笑了笑,事先看到底牌与作弊没有两样。 苏宋正了一下摇摇头,哟,难怪玉坤你变得出来。 陕西有了玻璃工坊,也是最近才传出来的,不是用来造透镜或是器皿,而是做灯笼。 在店铺中普通的饰样,五罐一盏,说贵不贵,京城中等以上的人家都用得起,但也不便宜,相对于纸灯笼同样一损坏。 但两者的价格差别可就大了,所以也只有富户才会去买。 苏宋这边,前几天韩刚就送了两盏当礼物,却没有舍得挂出来,放在书房里当灯用了。 韩刚打了个哈哈,算是就此结果,当然他对雍王曹王的评价也就不提了。 韩刚跟曹王都没有见过几次面,相对于雍王赵景,天子的这个三弟也的确没有什么存在感,就像太祖太宗和秦岛王三兄弟,有资格登位的就是前两个人,老三一般没有什么指望。 在太后那里,又不比他二哥更受宠,很容易让人将他忽略。 也就前两天,韩刚才刚刚从何举那里听说,他入宫为齐云总社说话。 转头过来,韩刚倒是叹起了李谦德。 哎,可怜的李谦德,死后也要被拖出来当替罪羊。 哼,这样最好。 苏宋并没有多少对一族一视同仁的博爱之心,尤其还有在永州殉国的苏简的缘故。 对娇纸余孽从来都没有存在什么好感。 说起来,不是玉坤你给出的主意啊? 促居快报可是京城之中发行量第二大的刊物,仅次于一年一换的黄历。 先将罪名推到李谦德的身上,再将永州的旧事提上台面,引发同仇敌忾之心。 京城中满城风雨,十几名死者的家人抬着棺材堵到了南顺侯府的大门前, 人多的都挤到大街上了。 在苏宋的眼中,如此犀利的手段急似韩纲过去的作为。 西宁七年八年那次大灾,王安时利用民心,一举将京城中势力极大的两行给断了根。 苏宋知道,韩纲在其中可是没少出力。 韩纲却摇摇头,这件事用不着我操心,身处嫌疑之地,这些天来我可是一句话都没敢多说呀。 那就是奇云总社的那帮会手和他们背后的人了,真亏他们想得出来。 这世上啊,本就聪明人居多,尤其是在推卸责任的时候。 韩纲笑道。 韩纲一口否认了奇云总社的行动跟自己的瓜葛,说起来这个主意也的确不是他出的。 他倒也是很佩服奇云总社和赛马总社两个组织的会手们,能这么快就找到了突破口。 在推卸和转嫁责任的事情上,他们的努力的确是让人佩服,赚得飞快的脑筋也是让人赞赏。 奇云总社的那一群人的为人品性,在这一件事情上表现得淋漓尽致,死人是不会说话的,挑起事端的责任,安插在十七名死者身上,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。 而在这其中,李前德就是最好的靶子。 当整件事的起因不再是大宋土生土长的子民,而是李前德这位降臣,那么事件的性质也就不一样了,不再是聚众治乱,而是降臣心怀鬼胎所导致的结果。 若是定性为前一种,那么为了避免日后相同的事故再次上演,御史台可以理直气壮地,谏言天子挥泪,砍掉两项赛事,顺便将韩刚也牵扯进来。 韩刚说自己身处嫌疑之地,就是这个原因。 但若是后一种,南顺侯一死百了,为了朝廷体面,也不可能将大越国的太后拉出来惩治一番,最多将丧葬、抚恤、医疗的费用,算到南顺侯府的头上。 至于奇云总社以及两家球队的东主和主事,也就训斥一顿了事。 御史台又能怎么样呢? 魏力前得教区,脸还要不要了? 如果一切只是在朝堂之上,还有的嘴杖可打,但昨天的促居快报上就已经将开封府断案的结果给爆了光, 让受害人的家属杀到南顺侯府门前哭铃,加上对引发平难之意的交纸入侵事件的回顾, 整个民间的舆论全都给促居快报,给煽动了起来。 天子脚下的百姓可不是好欺负的,闹僵起来,天子和朝廷都得反过来安抚民心。 市民阶层比起农民阶层来,更容易受到煽动,也更加敢于维护自己的利益。 尤其是现在,有宗室、贵器和显患在背后做推手,更是如此。 而韩刚本人也就能置身事外,只需要看热闹就够了。 也不知是谁推卸责任的事,我是知过开封府的。 苏宋瞥了韩刚一眼,府中的官吏还是有所了解,下面的那群虚立,欺上瞒下的事根本管不过来, 唆使证人改一下口供更是多见,若是说到出主意,多半是他们。 做了几十年,什么招数想不出来。 就像李谦德的原随,他们的供词都与其他人证如出一辙,估计就是被府中虚立唆使窜到的。 虚立们要唆使,也得能说服人才行,供词上将责任往李谦德身上推,对李谦德的原随也是有好处的。 韩刚说道, 证人中只有朝廷派弃了原随,李谦德身边从交纸带来的亲信呢? 哼哼,苏颂冷笑道,这便是府中虚立的手段呢。 嗨,也是有人给他们撑腰的缘故啊,终究只是出主意,而不是长大道的。 苏颂点了点头,都混在一起了,因为猝局联赛呀。 韩刚微微一笑,都是明白人的。 李谦德身边是有原随的,而且是朝廷派出来的人,估计在皇城司中还能领一份俸禄。 李谦德出外看囚,他们必须贴身跟在左右。 李谦德死于骚乱之中,几名朝廷派来的原随保护不力,这是逃不掉的罪名。 更何况,天子为了自清,或者说下面主审的官吏,为了不让天子蒙冤,定然会加重处罚,乃至祸及家人,只为了给南顺侯府一个交代。 但李谦德之死,如果是他自己挑衅,最后点火烧到自家身上,那么原随身上贪到的罪名就截然不同了。 罪则怎么说,也能轻上三五成。 纵然李谦德出门看囚的时候,身边除了两名皇城司派来的原随以外,还有其他几名从交纸带来的随从。 但开封府却根本没有将他们给传上公堂,也不怕有人会以此发难,民众已经给煽动起来了,士林更是一边倒。 即便御史台,也不敢去拿交纸人的口供来驳斥开封府的结论。 换作是韩刚,决然没有这个一手遮天的能耐,换作是在拢幼或许没有问题,但在京城就不可能了。 只有上有皇亲国戚,下有开封府中一应底层官吏,加上市井中一应好汉豪杰,通吃了黑白两道的旗云总社,才能将整张网撑起来,顺顺利利的将浑水泼到李谦德的身上。 一个希望维持现状的利益集团,完全被金钱所收买,为了自己的利益,欺君的事情也不在乎多做几件,这叫有志一同。 苏宋感叹起来,经中的俗语有,处逆开封府,孝顺御史台之说,开封府的利益对卸任的知府向来是不放在眼里的。 那是开封之府,尝试引罪去官的,而且想要管好开封府,对那些虚利也只能多下几分功夫去约束,若讨到他们的好,满城的百姓可就没好日子过了。 前早卸任肯定是不一样了。 对于开封府来说,太平时节的京城突然间爆发了造成17人丢掉了性命的惨案。 除此之外,还有更多的伤者,对满城百姓和朝廷,开封府必须有一个交代。 而如今,开封府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出了真相,给天子、朝廷、百万军民一个合情合理的回复。 开封之府前早的功不可没,虽然他不一定愿意鞠功。 哼,算是他运气吧,说不定还能在开封府衙中多待上一两年。 至于李谦德吗? 韩刚笑了一笑,人都死了,又不能翻出来鞭尸,反正就只能含糊过去。 韩刚已经不关心之后的发展了,在庞大的京城利益集团面前, 民间舆论又被其掌握,御史台和其他反对者并没有足够的实力来对抗,结果已经注定。 开封府既然已经审结,两支囚队也就能无视脱身。 就是御史台也只敢说这是由于聚众过多,以至于生乱,不可能说两支囚队就是罪魁祸首。 整个案件从刑律上找不出相应的条款,甚至不用交由审刑院和大理寺复合。 开封府的责任是查,而不是断案,因为没有被告,没有原告,甚至不能算是案件。 在韩刚的眼中,倒是西城医院在这次的球赛惨案上表现得可圈可点,名声更加响亮。 这样的事故,若要是多来几次,在外科治疗上的成就,或许就能再上一个新的台阶。 一支浅紫色的玻璃小瓶,杜大口小,如同一个含苞待放的荷花花苞,以纯银打造的瓶盖是世间绝无仅有的螺纹口。 在盖上软木筛子,拧上瓶盖后便滴水不漏。 屏蔽清澈透明,郁润光洁,看不到一个气孔,拿在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,掺了金粉和珍珠粉的香水在瓶中摇晃,仅是外观,就是一件完美的工艺品。 而作为装在这支香水瓶的外盒,同样是一件工艺品。 香了红纹玛瑙金翠软玉的彩绘花鸟螺电七盒,可以放在任何一家珍宝房的门面里,也丝毫不显得寒酸。 七盒中垫了一层定舟的黄铃,在绸缎之下是一方软木,凿了正好能嵌入香水瓶的草口,将香水瓶放进去之后严丝合缝,一点也不会晃动。 就算没有瓶子中的香精,仅仅是瓶子和盒子,坐驾摆贯,以不为过。 而瓶中的香精,在配上瓶盖和盒子内侧的枝燕斋三个字后,更是价笔黄金。 皇后相氏将香水瓶拖在掌心,正细细地看着,富裕的桂花香甜自掌中飘散, 虽说她贵为皇后母仪天下,但她的丈夫不惜奢华,与之类似的奢侈器物身边都很少见,往往都送到庆寿宫和宝慈宫中, 自不用说将日常消耗品作为奢侈品的香精了。 不过,女性的天性,就算在宫中也是无法抹杀的,如此精致华美的一套香精,让相皇后爱不释手。 圣人 一名宫女进来向相皇后禀报,猪娘子和书寿公主到了。 相皇后点了点头,命人传她们进来,香水瓶随手放进盒中,却没有让人给收起来。 片刻之后,一名宫庄少妇,带着粉雕玉琢的小女孩徐步进屋,面向相皇后行了礼。 相皇后揽过宫中唯一的宫主,搂在怀里,笑着让朱妃落座。 朱贤妃坐下来,顾盼生辉的毛子在阁中一扫,却见昆宁宫的东寝阁中只有皇后和女官,而不见其他的人。 相皇后看得出她的心思,解释道, 蜀国方才带了她家的义哥入宫来,正与六哥儿在一起, 在后面玩呢?有国婆婆看着,不用担心什么。 国婆婆是宫中的老宫女,是相皇后身边的亲信,有她照顾倒也可以放心。 而听到弟弟和表弟都在后面, 书寿公主便不安分地在相皇后怀里扭着身子,想要到阁后去。 向皇后笑了一下,随即便放了手,放了书寿,到后面去找她的弟弟们。 那蜀国哪儿去了呢? 朱贤妃问着, 六哥赵雍虽是他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轻骨肉, 但为了国家未来的安泰,却是一开始就放在昆宁殿,由皇后亲自教养在身边。 为防在皇后心中留下芥蒂,甚至不敢多问,只能去问应该在昆宁殿的蜀国公主。 刚被召去了宝慈宫。 相皇后说道, 才从宝慈宫过来,坐下来还没说上两句话, 说是二叔三叔进宫来了,就又被召去了。 二大王三大王难得入宫,平常在宫外也不容易见面, 也难怪太后会急着招蜀国回去。 官家从崇正殿出来,多也会去保持宫的。 不知蜀国会不会向太后说些什么, 听说王喜在南面还是没有改了旧性子, 到扬州之后,连着半个月都招了官继饮酒作乐。 前两天消息传到官家耳里, 官家差点就要将他给贬去广南。 朱贤妃叹道, 嗨,如今的几位大长公主和长公主就属蜀国最委屈。 相皇后陪着叹起气来, 哎,天家的女儿能不受委屈就只有唐人了, 总不能学他们的样吧, 大宋的公主只要沾点边, 外面的阎官就不会放过呀。 朱贤妃明白相皇后说的是谁。 三十出头就病逝的人宗长女, 秦国孝庄大长公主, 她也只是跟着驸马夫妇关系不合, 换作是普通人家, 早就去官府申请判了和离了。 但天家的女儿却没有办法离婚, 只能分居了事, 之后又被御使循小过连番弹劾, 以至于御御而死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《载之天下》第679集,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 《载之天下》第680集。 《载之天下》第680集